我们昨天晚上就露营在纳克里的湖区 今天我们打算直接就到达西爽版纳 大概还有不到300公里 今天就可以见证我五一今天下去了 到底收不收费 刚到西爽版纳迎接我的就是一场大雨 看看大概还有80多公里到达西爽版纳 就已经下上雨了 我的小伙伴因为在我前面跑 他们告诉我前面应该出事故了 堵了很长的车 所以我们打算提前下高速走活道 现在已经下高速了 需要把卡还给工作人员 还给他直接就可以了 不知道啥运营呢 在这块让我们稍等 说查识一下 说已经超过24小时了 那我们1000多公里24小时的情况下 那也开到这也应该正常啊 我不可能1000多公里 我一天就能开到这对吧 让我们刚才在那等了大概能有五六分钟的时间吧 后面也堵了很多的车 他们说了调查怎么怎么的 说24小时之内让我得下下高速 然后再上了 最后呢 然后他们那边可能给上海打电话了 告诉那你们就可以走了 然后我们就走 现在呀走的是国道 这个国道啊 说实话还挺难走的 弯特别的多呀 感觉啊跟西藏差不多了 慢慢走吧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西双版纳了 我们已经找到路营地了 到这会儿呢天也晴了 我觉得啊心情还是挺好的 啊我们今天找这个营地啊是20块钱 正常的话是20块钱 但是啊因为五一期间呢 啊因为游客应该是比较多 所以呢涨价了 涨10块钱 停一休啊30块钱 不过呀今天晚上呢我们也停在这里了 因为呀啊这块离星光的夜市特别近 我们呢打算晚上去看一看溜达溜达 累了一天了 一直呢没有吃饭了 嗯小黄呢去寄一个神秘 我呢自己偷摸啊来吃点好吃的 要了一个芒果的冰粉 要了这么多的串串 还有一个土豆 芒果冰粉呢现在已经好了 满满的芒果啊 嗯 我们呢现在已经到达西双版纳了 嗯我的使命呢也就完成了 因为要把他们也互通到西双版纳了 接下来呀他们就是有的要进账了 或者该去哪的去哪呢 我呢也就是慢慢的往家走 边走边玩 小黄呢自己走呢我还有点不放心 今天胖哥还来了 胖哥来怎么还不告诉我呢 我都不知道 他到了他到了前两天才告我啊 他来了 我最开始我 我以为他跟我开完线 我告诉你嘛 胖哥你也是 胖哥你来 你不提前告诉我我们这帮妹妹 我都不愿意搭理你们 行 讨厌的 这回啊去西藏呢 你还有个照影 然后我也放心了 正好 嗯我姨也放心了 就是啊 对 挺好 没有事儿 一会儿啊我们这一大帮啊 打算呢去吃点饭 西双版纳的美食 豆包呢还没有吃饭 我先啊给豆包先喂点食 让它吃饱了 来吧 好吧 现在呢已经收拾完了 先把车里的灯给它关上 我们就要出发了 今天的视频先跟大家分享这 我们下个视频见